一个初春的夜晚,大家已经熟睡,一对年迈的夫妻走进一家旅馆,可是旅馆已经客满,前台不忍心深夜让这对老人再去找旅馆,就将他们引到一个房间,也许它不是最好的,但至少你们不用再奔波了。 老夫妻看到整节干净的屋子,就愉快地住了下来。 第二天,当他们要结账的时候,前台却说,不用了,因为你们住的是我的房间,祝你们旅途愉快。 原来,他自己在前台过了一个通宵,老夫妻十分感动,说,孩子,你是我见到过最好的旅店经营人。 前台笑了笑,送老夫妻出了门,转身就忘了这件事。 有一天,前台接到一封信,里面有一张去纽约的单程机票,他心中所示来到一座金币辉煌的大楼,原来,那个深夜他接待的是一个伊万富翁和他的妻子。 夫妻为了这个前台,买下了一座大酒店,并且深信他会经营管理好这个大酒店。 这就是著名的谢尔顿酒店和他首任经理的传奇故事。 即使是一个前台,也能够成为著名的酒店经理人。 可见,一个人的情商和格局才能够决定他的一生。 有人曾经说过,人人都是服务员,伟大都是先从服务别人开始的。 一个人服务别人的能力有多大,他的成就就有多大。 无论是生活中还是事业上,都是这样。 机遇往往在不经意间就到来,而你需要做的就是有格局,有眼界, 并且用善良和用心去关注每一个你身边值得关注的人, 才能光用细节赢得事业和人生。 你认同吗?认同的关注点子。